今天是4月15日 德國關掉所有核能源發電站 今天是最後一個 有兩邊的支持者都出來了 一邊支持是這樣做 另一邊反對沒有核能供應 也說有機會這樣的情形 可能接下來的電費就會加價 這個也不知道 台灣的高雄因為缺水不夠水 就下令要關閉泳池 法國總統今天就終於簽署了 昨天法院批准的一個退休方案 就通過了 即是說法國人就要做多兩年了 才可以退休了 波蘭現在也說不可以再把穀物 和食物 就由烏克蘭運到波蘭 因為這個源於 就是波蘭的農民 反對啦 因為這樣對他們很不公平 因為這樣會令到他們的價錢 供應會受影響 上一次 上個月應該就 波蘭農業的大臣都辭職了 今天終於政府讓步 就是不准了 希望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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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